本节目由Porto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剑 今天的单元是大量发生 原本目目无名的单卡 突然水涨船高 大家都在收 究竟是什么原因 都会在这个单元里面说明 而今天的主角是瓦斯蛋 瓦斯蛋 一二可以使用的觉醒 从自己排库 选择一张这只宝可梦进化而来的卡 放置于这只宝可梦身上完成进化 并重启排库 突然关注的原因有下列几个 1. 恶属性增强 其实组合VSTAR 达克莱伊的出现 有了暗黑修正档 可以补足填能量的节奏 恶属性玩家增加后 纷纷投入特性 化学变化气体的加热双弹瓦斯 甚至也有特性能量工厂的达克莱伊排行 2. 非必排行增加 就是一张夹伤卡为主打手的牌型 又称小人牌 非必排 这类牌型的主打手 跟绿牌系统 大部分都有一张夹伤卡而已 且前期难有较大的输出 以碟爆或奇诺力鼠为例 只要前期我们订一张化学变化气体 几乎就可以封住它的展开 3. 这张只收入在S4A 闪色明星里 加上当初闪色明星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虽然主要使用到的为奇进化型 不过以流通的数量来讲 还是以这张瓦斯弹较少 以上这三点 照就了他现在的讨论度 要说替代方案吗 当然有 就是另外两个版本的瓦斯弹喔 但玩家为了金山尽美 还是都会选择觉醒的就是了 毕竟先手下位合就能进化 后手也能觉醒进化 根本两全其美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 喜欢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个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更多大量发生喔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